來看日空一數年的總統台選 民進黨落選擇 很幾天說台灣總統可以走到北京 這種說法是引起議論 有方說美國有要求 我們就要解釋清楚 不過我們外國不是好人 說美國沒有提出要求 如果民進黨的問題是考試落選擇 說我們是要選總統 不是要選美國的州長 另外國民黨好友誼 是等到信北作詞 想要把基本的票聲告知 在面對區域霸權的崛起 我也會沿用繼續推動 蔡英文總統的四大堅持 來捍衛我們的民主憲政體制 維持現狀 在這次的政策中心為此現狀 用中華民國台灣來團結社會 副總統如果請求政政提示 台灣的總統可以走到北京的講法 因為去討論 金融事部也不妥當 美國官員要求愛政清 這是對立政調兩者關係的紀錄 不過我們外國沒有是好人 有受到美國方面的關切 美國的資深官員已經否認了 他們跟萊福總統團隊 有任何的關切 對出民眾黨總統參選聯絡問題 是批評立政調怎麼會說 怕在北京 好像是台灣總統最重要的任務 台灣是要民眾全世界 說立政調的態度不對 我們不是要選美國的州長 我們也不是要選中國的省長 我們是要選台灣的總統 所以也不用去說 這場選舉是什麼白宮跟中南海的選擇 對吧 鳳凱桑林過代民也發文 培評熱情調 真正說很危險 他說他會在後面向大家報告 他的強國基礎 好像是對參選擁有空間 各民眾的總統參選聯合休息 拜四岸是回到大本來的新八市組織 他說他自己未來是平衡人的總統 經過外國一般平衡人的選擇 民進黨接政之後 人民的笑容跟勝良都沒了 人民不相信了 人民的笑容善良也不見了 更不見的是人民對台灣的未來 看不到希望 第六次國民黨全台會 南亞希望這個政策內部 電視團結的氣勢 記者綜合部讀 適合部讀